原来中国第一主持人李小斌,最早就央视那个什么,那时候不是中国,我三个主持人,第一李小斌,然后苏丹丹,现在凯丽军还没退休呢,后来不就是他们的,后来那个苏丹丹不是嫁给叶雪莲了吗,嫁给叶老三了,就这个李小斌,然后中间那个两个,然后另外那个,那个,那个,那个是我, 我的发小,就是现在北京明远,我就不说的是谁了,然后中间那两个吧,那是我闺蜜,就是当时她婚礼,就穿白礼服,那个当时她的,在北京,在那个拉贝特城堡的结婚,然后呢,她现在她的小叔子,就是香港特首了,香港特首,是现在的吗,李家超吗,还是原来的什么什么,两者, 李家超吗,还是谁啊,不过因为,我原来我不说,我说我在11年,我在香港受洗,就是因为受他们,他们是我牧养人嘛,那时候,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个恶魔,我已经跟他们决裂了,决裂了,有七八年了吧,五六七八年了,然后另外那个也是一个模特,他们穿的高线都是一米八多, 原来八九十年代,中国最有名的模特,那个是,左边第一个,叫刘晓梅,是王中军的老婆,华裔兄弟的那个,她等于是华裔兄弟的老板娘,别人知道,你肯定认识,不是张金灵吗,你,那个,那个,金灵姐,那谁不认识啊, 张金灵,这是谁,这不是刘晓庆吗,在北海,不是北海,在颐和园,是吧,佛香阁下边, 这好像也是中叶梁子吧,真优美跟张金灵他们,好像日本,八十年代初吧,还是七十年代末,日本来了一批人,演艺圈的, 这是江文的弟弟江武,是吧,江武我见过一回,当然我不认识他,街上偶遇,江武,是吧, 嗯 呃,可以说的 您刚发的照片是不是张鲍默呀 是张鲍默吧 不是张鲍默,要不然就是苏晓明 不是苏晓明 好像是张鲍默 苏晓明长得那脸有点长 是他们俩